不是这种程度 我觉得更 不是占据 就是更多的在我里面 更多的彰显 而不是偶尔的彰显 神就会在我的生命里面 有更多的持续的彰显 但是他在彰显他自己 就是与神同行的人 就是一个 我觉得到后来与神同行的程度 就是真实的 我曾经在天堂了遇见一个人 他是很特别的 他肉体是活在地上的 但他可以在天堂和地上 走来走去 他的走来走去的程度 是指灵魂体走来走去 但我不知道他体是怎么处理的 但是他真的可以走来走去 他真实还活在地上 他的程度级别是非常高的 所以我觉得如果到那种程度 生命里真的是不可能有自己的 有自己的那种东西 我在天堂上见到一个人 他是说他是英国人 他住在森林里面 他隐居很多年了 然后他与神同行 他到一个程度 他在天堂上 他在地上 是走来走去的 就像以诺那种 真的是走来走去的 天堂和地上 对他来说是一样的 只是他在等待一个时刻 就是肉体和灵魂剥离 剥离的时间 他在等待的是到后来的时候 神接他回去的时候 他 他已经 天堂和地上对他来说是一样的 他已经自由自在了 他是很特别的人 很特别的人 我见到他的时候 我觉得我以为他已经上天堂了呢 但神说他还活 他的肉体还在地上活着 但是他是来回走来走去的 真正与神同行 所以我觉得神可能 我现在也在被训练 我可能就要更多更多的去亲近他 所以今天我为什么会经历 这种火降在我身上会有反应呢 神说现在我要让你经历的就是 灵里面和你身体开始对齐 因为明年 2014年 神要做的工作就是天和地的对齐 什么叫天与地的对齐呢 就是现在属灵世界发生的事情 和物质界发生的事情始终在时间上是岔开的 是不同步的 灵里发生了 到物质界就被拦阻了 就出不来 很多灵里面预备好的东西 就没有办法释放到地上 释放到教会 或者释放到哪个人的生命里面 所以总是错开的 很多先知预言的东西也发生不了 不是预言错了 就是没有办法对齐 所以说神说现在我就训练 我以前只是灵里看到 我很少有身体的反应 就是很少有这种强烈的反应 可是我现在看到那个火球 看到神的宝座 那个火球降下来的时候 我真的就开始有反应 那个灵里的东西 真的就在物质界产生反应吗 就到我的身体上产生反应了 这个就是说 神说这就是现在我就开始训练你 属灵的事情开始对你来说越来越真实 真实的进入你的生命里面 进入到你的生活里面 不再是停留在灵里面 我很多时候觉得我领入了很多东西 只是停留在灵界里面 却没有办法进入物质界 然而神现在要开始 可能神正在训练我 这只是个起点 要进入到物质界 把这个东西对齐 所以将来圣经上所说的匪力啊 与神同行 使徒行断里面的匪力 神能提他去哪里哪里啊 我觉得这些将来可能真的会发生 所以每一天等候神祷告对我来说 就像我可以不吃饭 我可以不睡觉 就是你为什么觉得我去服事的过程当中 不去睡觉 反而去祷告的原因 这就是我为什么那么累的情况下 我还要坚持不睡觉 甚至牺牲睡眠也要去祷告的原因 不是我多么可恶 是我不祷告真的不行 神祷是对我讲说 你知道吗 现在你是肉体活在地上 你的灵魂和生命越来越多 是在天堂活着了 你不知道 你不明白 你还是不明白 神对我讲 说我还是不明白 你现在你的生命 你是肉体的生命在地上 可你的灵魂的生命 越来越多已经在天堂 这个部分 就好像我被分成了两个部分 我当然在地上会有吃饭 穿衣服 这些兄弟的活动 但是神说 你现在的生命更多 已经在天堂上了 然后我就去见到 那个英国的那个人 他现在在隐居在英国 不是 他是英国人 但是神没有告诉我 他是否隐居在英国的森林里面 但是他说 他隐居在一个森林里面 他说他现在的工作 就在地上走来走去 装备神所特别拣选的一些 属灵的领袖 他现在在装备一些属灵人 属灵的领袖 他这样对我讲 所以他说 你也是神预备给我的 所以他也为我祷告 也将一小瓶油 倒在我身上 他说 我现在的工作任务 就是装备那些属灵的人 神会在灵里面让我遇见他们 然后之后装备他们 他现在的工作就是在地上 做这些属灵的工作 就好像我觉得 他已经 就像你问的这个问题 估计已经不存在了 就是不需要存在于 是否坐飞机去哪里 是否要做什么 好像我不知道他是怎样 但具体不了解 不过他现在就是在灵里面 去装备那些能够 他说你不知道 你的程度现在还不够高 他对我讲 他说你不知道 你现在程度是很低的 所以我如同见到他们的时候 我如同是戴着面纱的 可他们说 他们见到我是完全如同看到电视机里的画面 一样清晰 但我现在生命小 所以我见到他们 我都如同戴着面纱 神也是保护我 因为我生命不够 所以不够 不会让我看得那么清晰 但是他可以说在灵里面走来走去 我觉得可能 可能他要遇见那些人 也是极高度的人 灵命极高度的人 不需要在地上飞来飞去的 应该是 这个情况我其实 也经历过就是在我 没有等候神 所有的这些事情之前 也有过一次类似的经历 但那一次也是灵魂体分开的 就是 我讲过 我好像是我第一次站在讲台上讲道的时候 说过这个事情 就是我刚开始不紧张 我预备了一个星期的信息 可是当我站到讲台上 我突然就紧张了 我就说了一些弟兄姐妹 主内平安 之后大脑一片空白 我预备的信息我就全都不记得了 然后但是别人不会看到我不记得了 因为只有一瞬间 我就要 那个机器卡带了一样 一瞬间断电了 我就什么都没有了 可马上又马上又很多很多话出来 就在那一瞬间我发现 我站在讲台上讲道 可是我发现另一个我自己 是在房间的角落里面蹲着 而我其实就是蹲着的那个我 站到讲台上那个我不知道 因为我感觉就是圣灵在他里面 而我是蹲在旁边在听我讲道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